我 我 你看 我那个时候还是主动去劝劝他 我说 哎呀 他行了吧 就实在不行 就和好吧 实在不行才和好吧 对 他就是说话特别 特别让人难以接受 就多么过分的话 难以接受你也想嫁给人家了 不是还接受了吗 所以咱没说话说得那么极端好不好 行就说和好了吗 对啊 和好有什么毛病 和好了之后他朋友就一直在说 说我俩知道得分手啊 之内 但我也聊 就是知道你朋友也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 不是 情侣之间那有点问题了 肯定跟好哥们说一说 你说抱怨抱怨 我不跟你抱怨 跟别人抱怨抱怨行吗 那你这么抱怨 那你为什么还要和好啊之类的 你又干脆别和了 就没有这么多事了吗 现在 你们俩没什么事啊 他还在这矫情的是吧 都不矫情 他矫情 我不矫情 今天谁要来的 我俩都要来嘛 来解决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太大男子主义了 就什么事都也听他了 就什么事都不经过我的考虑 就我俩之间不对等 我觉得 我感觉你想东西又 他太幼稚了 这样啊 你们俩这还没结婚呢 就谈个恋爱也不会有太大的事情 你们到底什么事情 让女生觉得大男子主义 让男生觉得幼稚 各举一见 好吧 比如说异地的事 一发生点什么矛盾了 我觉得是两个人感情之间的问题 就跟那个说朋友啊什么的 没有什么关系 他又总是拉到别人身上 说是你朋友的问题 只要异地 你有身边有朋友 你肯定跟我好不了 而且在一块的时候他事也多 总是看我这儿不对 那儿不对 然后总是就说我 我看哪儿不对 他给我帮倒忙 重点是 是他觉得啊 我那天香喷喷地去见他 但是到他家 我刚进门 然后他就从头打量到脚 我就感觉跟我踩了狗屎一样 就那种特别特别 无比之嫌弃的眼神看着我 就说你怎么这么臭啊 当时我觉得好尴尬啊 的确很难闻 很臭 不是你们俩谁的鼻子出问题了 他有问题呗 你有问题啊 我之前也没闻过那样事了呀 他就一直在说我 就那件事愣愣说了我半个小时 然后昨天我俩去溜商场 然后我想让他帮我挑个 他喜欢闻的味道 但他就特别急地跟我说 他说挑什么挑啊 拿大男的挑这个的呀 你自己买一个就完了 我说我怕我买完 你又不喜欢之类的 他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就开始了 重点是你让我一个男的 去挑女士洗发水 我怎么我还用一下 他没人总是要仪式感 我觉得很纳闷 那仪式感不是每个女生都要的吗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就我俩和好之后 那个后一个月就是我生日 他也知道我生日 生日那天我就等着他 应该会给我什么惊喜吧 当那天晚上八九点了 然后我看好像 好像他可能是忘了吧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 然后他就说 啊 怎么了 我刚睡醒啊 你就连我生日你都不记得 你还一直在说 我什么我重要啊之类的 我就觉得很 生日现在我记得 而且以前我自己生日 我自己都不知道 男人有的时候 都有大条的地方嘛 那我就恰巧就这一块 完了吧 他在意的你都大条 不是 我心里其实一直有他 你知道吗 你看他平时啊 怕冷怕热了 怕黑啊啥的 就爱吃什么呀 我都知道 你还 又说吃的 我不爱吃鱼 不爱吃肉 他来这三个月 天天给我做鱼 天天给我做肉 我就特别讨厌吃 他就给我做这个 我就不知道他 您跟我对着干还是怎么的 大家都给我评评理 我就特委屈这块 你爱吃什么 土豆吧 酱土豆 土豆片 炒土豆丝 焖土豆 蒸土豆 我就是爱吃这些啊 就天天吃 就吃得跟个土豆似的 你天天吃那个能营养吗 他就不止吃肉啊 他连什么蘑菇啊 什么一般的这些 什么蕨菜之类的 他都不吃啊 他没见过的都不吃 没长寿的也不吃 唯一一道菜有肉的 他吃的是公毛鸡丁 吃了二十几年了吧 没换过 我出去天天吃公毛鸡丁 约会的时候 天天公毛鸡丁 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 就他总是把我一个小点 就无限地扩大扩大扩大 不是 你这就是不对的吗 你知道吗 我怎么就不对的 在你眼里 我觉得我哪都不对你知道吗 就什么都不对 咱们不要跑题了